國人都可以來走走看看 臺灣最美麗的海岸線在南部 這裡有很多的景點 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停留下來 來體驗再度的生活 過去因為這裡的車道比較窄 不但來往 廢時 而且交通安全也有些問題 逢年過節的時候的塞車 也是讓我們的鄉親很無奈 現在隨著隧道的打工 歷經三任政府 從規劃設到建設 花了十多年的改善工程 終於要進入最後的階段 所有參與南迴公務 Toyota改善工程的同仁 都是全力在拚 剛才有聽到縣長在做立委 還是做到縣長都在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的劉兆浩委員在立委 也是緊盯了這條公路的拓寬的工程 從開始的規劃 就參與一直盯著工程的進度 這條路從無到無 我相信你們兩位一定都非常非常有感觸 另外 開花隧道要克服各種艱難的工程挑戰 都是仰賴我們優秀的工程團隊的努力 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非常的辛苦 接下來也要拜託各位 不必要如其如指的完成後續的工程 剛剛我從台東市區 林務坐車來到台東縣的最南端 沿途確實可以感受到 已經完工的路段 比沒有完工的路段還要來的寬廠 還要來的平坦 通行是非常長順 南非公路拓寬改善工程完成之後 未來平東跟台東之間的往來會更方便 車程可以縮短30分鐘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努力 這不僅會是一條安全的回家的路 也是我們將來在推動區域連閣治理 促進在地發展的一條很重要的路 那麼交通建設是人民最有感的施政 不只是公路 鐵路也很重要 不管是南非鐵路的電氣化 或者是花工鐵路的雙口化 都透過潛在基礎建設計畫面列的特別預算 我們在家屬的推動當中 那麼南非鐵路的電氣化 是台灣鐵路電氣化的最後一步 完成之後就能夠實現東部鐵路快捷化 胡悠瑪號和泰骨額號 都可以從平東走 拿回線來到台東 區域平衡發展是我們市政的重要目標 交通建設就是最優先的效果 以後台灣東西兩邊的交通 透過公路網鐵路網的改善 將會越來越方便 區域也會更加的白龍 最後我要再一次感謝我們 施工團隊的辛勞 祝福後續的工程一切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共給予施工團隊的支持與勉勵 請工作人員協助把腳踏離開 拜拜 拜拜 拜拜